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分两次方式 将三个中国人在2030年以前登上月球 将来除了这个时限 我们更遥远的比如说载能火星探测 还有建立月球基地 甚至将来直接民用 就让它建造空间太能 连电站来运输 现在进展都还不错 那么一二三级的发动机 都已经相应地做过了 这个全系统的短程的热四车 这个考核 也就是说具体方案都已经定了 八年到十年 应该进入首次飞行世界 是完全可人的 以从来都没有通过 每个人都要被满载 都已经有限转了 这就是这种热四车 传染者的内容 也就是这种热四车 就是这个热四车